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談到民調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韓國瑜 他雖然不斷的拋出一些新的話題 可是他卻沒有表現在 他的民調的支持度上面 但是因為剛剛慶黃有提到說 他覺得在接觸基層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民眾原本不表態 可是現在都會告訴他們說 我們都在 我們都會支持 那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浩宇的是說 從綠黨的民調上面看起來 現在不表態的人數有多少 就比例有多少 然後那個韓國瑜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 有效的拉抬他自己的支持度 這禮拜我們的陳同佳案 我們就在陳同佳案後面立刻做民調 雖然沒有就這個議題 但是其實在民調的結果上 其實也有相當清楚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蔡英文總統 確實是有略微下降的趨勢 跟我們之前的民調比起來 蔡總統大概下降了3% 可是現在的問題在於 韓國瑜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 在綠黨的民調 他是略微下降的 還在降 他還在降 對 他自己本身還在降 就是他從大概33 綠黨之前 你這樣講韓粉等一下出征你 沒關係 出征我應該也是去找到那個王定宇 不會找到我這這樣子 因為一向都是罵王定宇 很少跑到我這的 那其實重點其實是 其實韓國瑜拉不起來 這是他的問題 可是蔡英文總統也有他自己遇到的問題 就是投票意願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幾波民調 很清楚的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民進黨特別是蔡英文的這個 支持者的一個投票意願 是低於韓國瑜的支持者投票意願的 過去我們會認為說綠營的支持者 好像比較愛投票啊 好像怎麼樣都會出來投票 而且一定會投下去喔 可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看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就知道 他的政黨支持度 政黨票的支持度 大概都是20%出頭 只是蔡英文是40.1 把40.1減掉23 剩下的這十幾%蔡英文的選票 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民眾黨的支持者 或者時代力量支持者 可是這兩群支持者 對於蔡英文的一個 支持的一個意願是相對偏低的 他們是因為討厭韓國瑜 所以暫時把希望寄託在蔡英文身上 可是他們會不會去投票呢 以時代力量跟民眾黨的支持者來說 他們投票的意願大概只有30到40 這麼低啊 對 就是他在民調上 他是支持蔡英文的 可是在總統票的投票意願 大概從35到45之間而已 也就是說每兩票就有可能有一票 或三票就有兩票 可能不會真正的投入票鬼內 他們可能只會投政黨票 可能只會投立委票 甚至連立委票都不投 所以民進黨的立委選情 其實很危險 總統選情的部分 看起來雖然領先10%以上 可是如果以投票意願去換算 非常精密的換算之後 真正的領先幅度 大概只有7%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人 基層認為說 國民黨還有機會啊 韓國瑜並沒有完全出局 其實在投票意願的部分 確實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其實蔡總統在未來 他會遇到的問題其實就是 時代力量跟民眾黨這兩個黨 他們未來要爭取自己的政黨票 他勢必得跟民進黨切割 勢必得監督蔡總統的執政 甚至可能會用攻擊的方式 那這些票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減少投到蔡英文身上 那韓國瑜的部分 就有可能在這個部分 用投票意願來勝選 了解 我知道浩宇的意思 他是說如果這個鋼鐵韓粉 他們票票入軌 因為他們投票意願 可能高達95% 哇 非常堅強 可是因為蔡英文的支持者 他有很多的投票動力不足 他可能是其他小黨的支持者 所以他投總統票的意願如果很低 好 我們就假設說他的支持者投票意願如果只有八成 哇 你看跟韓粉之間一來一回 就差了15%這樣子的投票的比例 對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投票意願調查的時候 我們分為三種投票意願 第一種是一定會去投票 第二種是可能會去投票 另外一種是不會去投票 蔡英文支持者通常是集中在不會去投票跟可能去投票 可是韓國瑜的支持者大量的集中在一定會去投票跟可能會去投票 所以其實韓國瑜現在儘管他仍然在低檔的盤旋 但是他可能自己內部陣營沒有這麼擔心 因為他們投票意願是強的 倒是這個目前領先的蔡英文陣營 要提醒的有幾點 就是說他比較冷調子 比較沒有辦法燃起那個支持者的熱情 和這個強烈的投票意願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你看他不斷的都是在 大概都維持在四成左右 也就是說有很多不表態的這些人 他沒有能力去爭取到這些不表態的人 所以他的天花板感覺好像已經到頂了 所以對於綠營來說 這可能也是一個可以想辦法再突破 突破四成的極限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對 因為這一次的投票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 其實台灣的一個選民現在都是以不討厭 相對不討厭去投票 因為其實韓國瑜非常多人討厭嘛 包括我們昨天的民調發現他比習近平還被台灣人討厭 可是討厭蔡英文的也不少啊 就是其實也是蠻多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狀況是呢 雖然蔡英文在投票意願上比較低喔 那他還有一個穩定的一個6%左右的一個支持的頂先 但是還是有一個風險就是在於說很多的選民 特別是時代力量跟民眾黨的選民 他們期待的是真正的第三勢力 比如說這禮拜有一個兩岸政策協會 他做了一個民調 一把呂秀蓮放進去 結果沒想到支持呂秀蓮也高達四成耶 就是說在民眾黨的支持者裡面有四成 他不願意投蔡英文 所以他就真的是討厭藍綠的 對 他就是討厭藍綠 那這些選票其實在立委選區也會遇到狀況啊 比如說像是在比如說嘉賓的選區 就有一個另外一個第三勢力的候選人 那他會不會吸到一些選票 而這些選票會不會都是來自於綠營喔 所以其實我認為綠營的支持者 特別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如果要勝選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千萬不能掉以輕輕 所以又回到嘉賓其實剛剛講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的確台灣社會有一群人 我就是很討厭你們藍跟綠 為什麼 因為你們藍跟綠每天都在那邊吵架 你來一句我來兩句 你來一句我又打你三句之類的 就是每天吵架的印象 造成他們就是要投那個第三勢力 就是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對記者來說 其實也促成了選舉的有趣可看度 我這樣好像唯恐天下不亂 好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 這個禮拜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這個討論是說 在國民黨內部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要逼供吳敦義這樣子的 情況發生 就是說韓國瑜現在因為在選總統 可是對於黨內的權力 沒有辦法有一些插手 或者是建議的權 那所以呢我們看看 現在傳出來是說 因為韓國瑜不去美國訪問了 傳出朱立倫最近可能要赴美 是不是要代替韓國瑜 還有吳敦義他把自己 應該是會把自己 放在不分區的名單裡面 這件事情也引起黨內非常不高興 有一些人的不高興 然後甚至也還有媒體 很挺韓國瑜的媒體 就直接用社論來罵他 覺得他根本就是回黨了 應該要交出黨權 把這個不分區的名單的排列的權力 交給韓國瑜 而且其實在國民黨內 還有這個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羅志強他今天用了八個字來講 吳敦義被放入不分區名單這件事情 他用私心爭先 功勇不存 哇 黨內炮轟黨主席 真的打得非常的開心 那這件事情會不會影響了 這個國民黨對於選民的印象 就是說你們看國民黨 每天就在忙這些 排自己的權位 都在為1月11號以後的 災後重建做準備 然後你打我 我打你 大家打成一團好開心 那所以想請教一下慶皇就說 國民黨內部現在有這樣子的爭議 會不會影響你們立委的選情 可是當我參加輔選會議的時候 了解起來內容不是這樣 像我們現階段朱市長 他也是進入到輔選的行列裡面 有分工 尤其是在外交這一塊 我也請他多幫忙 再來主席的區塊 主席現在是很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國民黨的內部 很多立委是非常需要資源 所以他在波恩區這一塊 那個是一個議題 可是他從來沒有說他要排在名單裡面 我知道的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態度都留了一些想像的空間 所以現在一般預測他應該會在排第七名 就是他在協助 我講直接一點 就是他都在幫我們協助資源的一個募款 在募款的過程中 辛苦了他 在募款的過程中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老闆們 認為說你應該也要參與這個部分 是不是這樣子被見縫插針 其實沒有 我看主席在這一次在徵詢一些立委的參選人也好 或者是要參與提名的獲選人也好 他這一次他的定調是非常清楚 他希望去找各行各業的一些專業的人 進入到我們的立法院來 所以你的理解 你的了解是說 吳敦應可能應該不會把自己排在部分區 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 這個很快就見真章 11月你們就要公佈囉 應該是不會啦 可是外面都是 這樣才有新聞嘛 那些都會見縫插針一下 好 所以到11月16號 國民黨要公佈部分區名單 我們就來看看到最後到底有沒有吳敦應 另外在綠營的部分 就是你看蔡英文 他下鄉的行程當中 就被媒體 這個挑出來說 你看彰化的王惠美 然後這個你看雲林的張立善 他們都黏緊緊喔 那黏緊緊的之外呢 譬如說彰化的王惠美 他也沒有要接韓國瑜的 彰化的競選總部主委啦 就是說會不會因為 現在看起來韓國瑜的民調 是屬於比較落後的一方 所以造成黨內有一些縣市首長就 有一些猶疑 因為譬如說之前的侯友宜 大家也花很多時間去討論 侯友宜直接給人家難堪耶 那所以這種會不會一路蔓延說 哇 怎麼辦呢 連黨內縣市長都不支持韓國瑜 這兩張圖也是比較見縫插針 因為王惠美是跟我們王院長比較熟 王院長現在還沒有定調 可是王院長沒有在支持韓國瑜 對啊 那個惠美是跟縣長 他是跟王院長很熟嘛 所以他可能就是基於一個關心 王院長未來動態 不要在這個時間點上做出一個決定 再來立善縣長他已經很明確 雲林的警察已經化到大聲下 而且前幾天才幫他做了一個造勢 所以這兩張告片 所以你覺得這個根本就是 有人見縫插針 對啦 在見縫插針 不過我要請問嘉賓就是說 現在你們在地方基層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 慶黃他是說見縫插針 可是有沒有一些搖擺的 然後變成綠營可以去爭取 支持的這些對象 我看是不至於啦 真的嗎 有什麼余會總幹事 南部的余會總幹事什麼的 你是說這些非民選公子 我要看延續剛剛慶黃說的 縣市首長一旦當選之後 他都會強調我不分黨派 我要幫地方做建設 這樣他才能連任 所以你會發現 行政首長當選之後 民選首長之後都變成中立化 很自然都會中立化 因為他要尋求 不分黨派選民的支持 而且這一次他又沒有要選 去年選的時候 大家要跟著月亮走 對不對 所以會跟 那現在立委本身也要選 所以立委也會跟著 總統候選人走 尤其看到總統候選人 韓市長有這麼強的韓粉動員 哪個立委不想靠過去 但是縣市長在想 我現在靠去幹嘛 我沒有選對不對 這些韓粉在眼前 好像看起來 有要選票的人很強 但是我在施政的時候 很多人很討厭這些韓粉 那我施政我幹嘛去背負一個 我挺韓粉 我挺韓國瑜 但是我被其他中性的選民 或者說看不慣的選民 去跟我批評 所以我是覺得這兩個圖 也不是說尖縫插針 因為縣市首長他一定這樣 總統來他一定會賠 那這些活動都是地方上的 重要活動也會出現 所以不能解釋說他們開始在 對韓市長太子詞保留 好像轉向來支持蔡英文總統 也沒有 我是覺得縣市民選首長 他當選後的中立化 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 但是反而要問的是說 那立委候選人比較的動向值的關注 有沒有要同框 現在我看到的有些立委候選人 他跟韓市長同框 有 有同框 因為你不同框會被韓粉出征 所以同框在哪裡 掛在比較看不到的角落裡 巷子裡 對 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我們屏東找韓市長同框的 韓市長個人大大的很多 直接問慶王 你有沒有跟韓國瑜同框的大看板 放在熱鬧的地方 我所有的看板都跟韓市長同框 而且我是全國有一塊是最大塊的 好 這過關 但是像他這樣的有尬值的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恐怕要去算一算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反而不是看縣市是吧 看立委候選人 國民黨黨籍的立委 不要擔心國民黨的高層會放深韓 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這個議題是要來針對吳主席的 不是針對韓國瑜的 現在國民黨黨內 你說除了韓國瑜之外 換別人來 都沒有這樣的韓粉這麼熱情 所以不可能換 是不可能換的 剛剛浩宇也提到了 現在他們的投票意願是最強的 如果我們以民調來加權的話 其實如果經過加權 把投票意願算進去 現在韓國瑜市長跟蔡英文總統的差距 沒有那麼大 如果你真的 在我們真正在選舉的人 我們把投票意願算進去的話 就是說你投票意願強的人的支持度 我給你加權 投票意願低的人的支持度 我給你再左撿 這樣拉一拉 其實差距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所以我是覺得要看要看什麼 看立委候選人 因為立委他這次要當選 同樣的道理我們去問 像去年選完的縣市議員 村里長對不對 鄉村市民代表 他們這次沒有要選對不對 而且這次只有一個總統 一個立委只有兩張票 政黨票不算 這兩張票可調整的組合空間很小 所以其實去年剛當選的這一批 地方的公職人員 他們基本上是說 反正就是做給兩邊看 你找我也陪 你找我也陪 用不到在這裡面去表明太大的立場 所以這一次很的確的 看起來選情很執業 但是實際上動員的動員力 投票率未必會比去年高 了解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的總統 加上立委的選舉當中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值得觀察 就是你知道嗎 前兩天有一個網友 寄了他家附近的這個看板照片 就是說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其實合照的對象是馬英九 而不是韓國瑜 所以這件事情也我覺得 就是會變成國民黨內部 到底你們都在忙些什麼 是不是都在忙1月11號之後的那些情勢 所以這個難免會被媒體拿出來做討論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本週的聲量最強的前20強 以及剛剛浩宇也有提到說 陳同佳案其實在選舉上面 也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綠黨的民調是影響了3%左右 休息一下待會繼續談 參 CAT 戶 中ibel Chip 該 今 希望